我大學讀四年 讀下來我覺得真的 我要去的學校是浙江大學 世界排名42吧 台大是69 英文我就不太好 所以才選了去大陸 我覺得用學校的名言去進行交換是非常好的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中國大陸當地學生到底有多認真 好大家好我是Dina Lin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的外交部 我們現在要先去拿一下庫順的護照 今天就跟標題一樣 就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岩壁讀大陸之後要去大陸交換 你拿到了沒 還等 抽號碼 抽號碼 走 我們這次去大陸交換的話 會有我們三個 他們兩個就是 他們可能去大陸玩個三四天 之後再回來 沒有一些人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次來 辦護照我們都是用極限 因為我們其實下下禮拜 兩禮拜之後就要去大陸 所以其實沒有時間 要辦護照還要辦台報證 所以極限加多少 就辦 加900 一天就可以拿到 對 拍好了嗎 還沒有 這150很貴 沒有這150太貴 沒有 因為其實直接去辦台報證 台報證直接免費拍就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拿護照 馬上去辦台報證 庫券 潛油庫順 他有送幾票 他有送幾票 這幾票 那是收票 我有送幾票 我們現在辦完護照 我們馬上去對面 去旅行社辦台報證 那個沒有合作 所以我們就是 就近去對面辦一下 要回歸今天主題就是 為什麼我會大五言閉 之後去大陸交換 其實我大學讀四年 讀下來我覺得 真的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我現在回到家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說的大學沒有學到東西 不是真的什麼都沒有學到 我先講一下 我之前讀的是 台中的中興大學的環境工程系 環工的東西 中興是全台第二 他們教我真的很多 很有用 包括了什麼 微生物處理啊 還有廢氣物處理之類的 反正它是包羅萬象的課程 所以這邊必須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說的沒有學到東西 是針對我自己 因為我讀了環境工程系之後 我發現我自己沒有這麼有興趣 說真的 我是有學到很多 可是 課業上的東西 真的 不是這麼有興趣 所以才讓我可能現在看到我的影片 而在拍YouTube 也是因為大學課程 我沒這麼有興趣 所以我沒有那麼認真的專業 所以真的要我用心來講的話 大學四年其實學到東西非常多 包括了怎麼跟別人相處 還有怎麼去跟別人應對 甚至是學校的一些資源運用 包括了什麼語言中心啊 交換學生啊 環境工程系上面的一些 課程教學 外語教學 所以大學四年我覺得 絕對沒有白讀 對我人生來講 幫助一定是非常大的 大到我無法想像 補充到這邊吧 你應該有學到東西吧 我有 當然的 它是很認真向上 它都會做實驗 雖然它的岩壁 它的岩壁是因為 雙主修氣管器 可是我們都不是被當啊 我是有被當過一顆化學 可是那個故事都在跟大家講 所以我在大三的時候 就聽到我們那個范茵茵的 他說他要去大陸交換 結果發現可以用學校名額 去申請大陸學校 可能那種千級大學 其實都比台大還要強 像這一次我要去的學校 是浙江大學 去年排名是第四名 結果今年變第三名 你說在中國的排名 對中國排名 世界排名42吧 台大是69 所以其實比台大強很多 所以你是要去 到底是要去學習還是去幹嘛 其實我跟你講我是學習 課業 跟體驗並重 我覺得大學四年沒學到什麼東西 所以我希望可以再用學校資源 因為只要繳中心的學費 就可以去大陸交換 所以也不用特別另外繳錢 而且去那邊住宿 機票還有什麼都滿便宜的 不然如果去其他國家 英文要要求嘛 英文我就不太好 所以才選擇去大陸 現在紅燈嗎 因為我們直接過 他賺我們要花錢 我們現在錄影他就會停下來 對 去交換做一個 我去交換半年 所以也不會很久 我們現在馬上來辦一下 台胞證 我要辦台胞證 他有改過名字是要戶籍成本 對 好麻煩 你改了什麼名字 他好久以前已經忘記了 年紀名零高價歸 我已經忘了 你再唸一唸我會想起來 所以要準備什麼 照片 身份證戶籍成本 好 了解 你要幫我拍一張帥的照片 兩個帥的嗎 你拍的好嗎 啊用頭髮 你沒有去收集 可是他塗頭可以嗎 因為他撥起來就會塗頭 所以他就沒有撥起來 只要撥起來 只要眉毛的耳朵看得到就好 好 現在去領了錢嗎 所以我剛才講到一半 我們要去大陸就是去增廣見聞而已 所以這一集其實就跟大家預告說 我之後半年會在大陸 中間應該也會出一些台灣的影片 因為台灣也存滿多片的 我就會陸續交叉上榜 如果有廠商想要業配的也可以找我 去大陸很多東西應該可以拍 主要應該兩個系列吧 第一個就是對比 對比可能我會拍大陸的學生 跟台灣的學生 哪個比較認真 或者是大陸的什麼食堂 台灣的食堂 你要用你的角度去比嗎 沒有沒有沒有 認真的話 他們比不贏我 他們比不贏我 所以這是一個系列 一個系列就是台灣大陸比較 第二個系列就是帶大家去尋報 我可能去大陸找一些很CP值很高的東西 包括像什麼 37用品或者是 家具啊 反正電子用品 生活用品都有 我就想辦法找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之後 重點是 我幫大家團購回來 兄弟 兄弟幹嘛 你不要過來啊 用我的能力 我去找一下有沒有那種 很便宜CP值很高的東西 因為大家去淘寶的第一印象就是 那些東西可能看起來不錯 可是它照片拍得很假 廢墟 之後品質可能也不是很好 就不太敢買 所以我去大陸就是去 不管淘寶或是現場 去找一些 CP值很高很便宜的東西 去幫大家測試 好用的話我去跟廠商講一個 公道價錢 對我們如果有量的話 我們談一個價錢 之後幫大家運回來台灣 當然會賺一點微博的那種 代購費 但是一點點而已 因為主要是 幫大家摸福利 所以呢 主要就是這兩個系列 啊可能會有第三個 第三個可能就拍大陸的一些美食 像大陸可能有開五十蘭 台灣的五十蘭 去對比一下兩個有什麼差別 所以主要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去拍片 可是其實我也去那邊修 環境科學系的課 就看一下他們的環工有什麼差別 畢竟他們是大陸第三的學校 基本上應該是會強不少的 我們回來交情 好 原來你當過會議喔 又吃了幾盤 你吃幾盤 忘了 三天大概吃二十萬左右吧 蛤 超厲害的 大概吃二十萬 二十萬 對三天吃二十萬 一千五嗎 對 好 最後回到家了 還是回到我們今天主題 大五言壁 去中國大陸交換 划算嗎 其實我覺得非常划算 因為如果一般的話 要去大陸讀書 只能透過研究所 那如果我透過交換的話 我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中國大陸當地學生 到底有多認真 他們的研究到底是什麼水準 我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搞不好我以後會去大陸讀研究所 這還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用學校的名人 去進行交換是非常好的 可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想交換的話 大二就可以申請 不要像我一樣 大四大三才的申請 那我就需要延避一年到半年 可是我覺得為了這個延避 其實是蠻划算的 結果可以去增廣見聞嘛 找到自己真的想要的東西 想多東西 那再去讀研究所 其實也不遲啊 因為人生那麼久 沒有差這個半年一年 這是我的想法 大家可以參考就好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 努力16質水